那接下來呢 很多人會喝青草茶來退火 那剛才幾位專家有提到啦 就是太熱太燥的時候 就喝青草茶 吃了10克的荔枝 再喝一杯青草茶 來平衡一下 那青草茶 真的是適合夏天喝的嗎 吳醫師 你就發現 不管我們適不適合 這個炎熱的天氣當下底下 你一定會人家問 你要不要喝點青草茶 你還是會覺得喝一下對不對 當然了 你說適不適合 那就看狀況了 比如說你現在剛好是在 月經來潮的時候 那這個會血才很 如果你的身體比較寒 也就是說正在流血的狀況下 你吃的比較寒性的這些青草茶 你可能會發現 回去什麼 血量變少了 血量變少了 然後血快增加了 所以說 他在某一些女生來講 所以是經期來潮的時候 他不要喝是不是 對 太涼了 比較涼涼一點 因為他還是要清熱解毒 那等於說 但是陳醫師就沒差了 但如果說是腸胃不好的人 也不行 是不是應該也不太喝太多 因為妳講 我講兩個案例 因為我們台北跟南部 最近是不是都飆到很高的高門 對 因為我們台北都知道 到龍山寺 拜拜完了之後 到旁邊的青草店喝一杯 好 在台北呢 我住青草店旁更好 滿方便的 有一個男的 他熱 每天都很熱 他一天喝兩千CC 那南部更熱了你知道 也是個中年男子 他每天三千CC 因為醫生說 每天要喝三千CC上水 他就把青草茶來當水喝 結果兩個都一樣落塞 可是台北那個比較慘 因為他後來 肝臟的負擔比較大 所以他肝後來有發炎這樣子 對 所以青草茶大概一天 可以喝多少CC 我們會建議說 但因為它還有牽涉到一個 除了剛剛體質的關係 還有一個就是裡面的組成 如果它的濃度很低的話 其實也還好 但是因為它 畢竟這些都是草類的 它裡面組成物是什麼 就很多種 有的什麼蝴蝶草 什麼普攻英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鳳尾草 它的作用不一樣 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會跑出這些青草茶 就跟我們中醫用藥一樣 它會有很多的都是 其實我們中醫有很多用藥 其實它是有炮製過的 就是我們說的漢芳 或者是本草裡面的這些 本草背藥 或者本草肛膜 可是這些青草茶 基本都是只有曬乾 所以它就是 它的清熱解毒的那個 東西就會比較多 它有鉀離子含量也比較高 所以如果你剛好腎臟 這個問題比較多一點 譬如說它你可能在 腎臟有一點什麼萎縮 或者是說尿尿 這個部分 青草茶還是要小心一點 您剛剛說 青草茶是對於我們一般的人 如果它濃度OK的話 你會發現 像我今天就有帶一些 剛剛在那邊聞 因為它長得都很像 都是什麼茶類 可以斜著讓我們看一下 這些藥草的 藥草非常多 我們台灣本土的 我以前有拿一堆雜草來 其實在世間不出 對不對 你看這個是薄荷 因為從這樣的味道 聞一聞就會知道說 好 薄荷 薄荷 它不出 還有那種蒲公英嗎 對 蒲公英 真的嗎 蒲公英 蒲公英 然後還有薄荷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 我們台灣本土的這個 若神 若神花 這個也是滿那個的 可是它比較酸 所以基本上不用用太多 青草茶喝起來有酸酸的嗎 沒有 可能比例不高 比例不高 對 所以青草茶裡面有若神 對啊 沒有吧 是妳自己加味嗎 沒有啦 它才好 妳的意思說 這些藥草是 對 也可以拿來當那個 茶飲茶喝的 下午一定有喝清草茶 裡面的成分有這一些 喝喝看 喝喝看就知道了 這吳醫師親手做的嗎 所以剛才吳醫師 你還是沒有跟我們講說 一般人 如果他身體是OK的 他青草茶一天的量 可以接受多少 大概一般來講 如果說你沒有在拉肚子 沒有在月經 然後這個部分正常的話 一兩千cc是OK的 可以嗎 可以啊 因為妳都已經快中暑了 這個部分正常 可是如果妳跟他 那他如果都沒有去運動 他都在那個 辦公室裡面 或是都在那個冷氣房裡面 他還要喝那麼多嗎 不行 而且如果說 妳剛好是吹著冷氣 然後喝那麼多青草茶 妳就發現 妳下次的那個月經 或者是說 腸胃有時候會受不了 妳反而會發生 我們一般說的陰暑 就容易反而中暑啦 想吐啦 拉肚子啦 肚子腳痛 甚至會覺得 好像頭很緊啊 這個就是我們般說的 因為中暑有分兩種 因為是大太陽底下的 這個就是 就是熱跑不出來的 一種是根本都沒去曬太陽 只是一下去買個便當啦 去Savik Eleven買個便當 熱 冷 熱 冷 那就這個比較虛弱體質的 妳會發現 就開始在轉啊 然後覺得 肚子很痛啦 或者頭痛 那其實根本就是我們一般說的 一個陰暑的一個狀態 所以妳們現在輕吵雜喝下去 應該覺得消暑很多吧 對 暑期消了很多 可能有薄荷的關係 而且還滿涼的 可是我要交代一下 就是說 提醒大家一下 老人跟小孩 還有剛才吳醫師講的 婦女真的不要多喝它 因為老人跟小孩的腸味道 真的功能沒有那麼的 就精壯沒那麼的好 所以它還是要限制量 一天大概在250CC 到300左右就可以了 好 其實我覺得消暑的飲品 綠豆湯也很好啊 對 還有像剛剛講的那個洛神花腸 這個也很好 因為它是屬於我們一般說的 比較中性一點的 那但是呢 因為我們並不是現在 就馬上都知道說 因為這個一個民族這樣子 從那個這個 我們是阿婆時代 到現在一個時候 對 你就知道這個青草糖 青草糖也是有演變的 比如說像你剛剛提到的 什麼容易拉肚子 那其實有些青草糖 它本身也會有止力的效果 就是那個不拉肚子 比如說像鳳尾草啦 還有那個 像我小時候會吃的那個鮮賀草 它也有止力的效果 像我們查一些醫術的話 就會發現我們平常 鮮賀草它可以止血 它又叫脫力草 脫力草就是 吃了比較有力氣的 所以讓你元氣 所以也有那種 不補可以讓你有元氣的 那記得我們小時候 會用那種鮮賀草 然後去熬那個就是熬 那個是鮮賀草嗎 對 鮮賀草 然後熬汁 熬汁跟那個 還有那個熬汁 或者跟那個叫什麼 熬汁草 它本身就有一點點甜甜的 這個部分 然後像那種小朋友 就做一個中暑 鑄下 那種我們說這種 小兒的那種 這種類似有點 像長肺質 然後腸胃又不好 這個部分我們會用到 但是 畢竟它是清炒茶 那現在 你看我現在拿的是什麼 是已經是乾燥的 所以它有分兩種 一種是 譬如說廣中華 廣西街那種 它拿出來的 就是新鮮的 那煮了以後 它的那個 清炒的味道 非常的明顯 那那種 你就發現它的含性很重 結果晒過了以後 它的那個味道是比較濃縮的 那濃度也會比較高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不用擺太多 是 好 所以清涼消暑的飲品 其實還滿多 可是我想問一下 吳醫師 因為現在很多就是在賣 還有苦茶 因為我們到香港 常會喝苦茶 涼茶 那個算不算清炒茶的一種呢 可是通常 他們是這個苦到底好嗎 為什麼都不吃就不吃苦 對 它那個是不是跟清炒茶一樣呢 它也是清炒茶 可是它就叫苦茶 因為它全部都沒有那什麼 歐底下草的那種的 而且它濃度很高 沒有甜味的東西在裡面 沒有甜味的 非常高 這沒有甜味 可是很清 它有薄荷 對 它很雷 可是它濃度很高 而且它都是要標榜 有沒有用一個那個 大盒 鬍子然後用出來那種什麼 那個可以喝多嗎 苦茶 不行 那頂多300CC 500CC 就已經你就 再吃下去可能就要 開始拉肚子或者這個東西 不是 再吃下去就 吃得苦中的 就幫我一下 好 所以那個陳醫師 你看這麼多的這種 清涼退火的這種飲品 有沒有什麼 要提醒我們注意的地方 那為什麼這個油脂 對我們來講很重要呢 是因為 鈣本身 它不能游離在水裡面太久 它必須要跟蛋白質 或油脂的東西結合在一起 所以當你要喝牛奶 為了鈣的時候 你必須要攝取到 油脂的這一部分 鈣是在這裡面 那你如果攝取的是屬於 低脂的這一部分